你知道卡丘莎第一次登台朝鲜战场是哪次战役吗? 是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 准确地说是我们国庆前后那几天 那你知道朝战第一次和谈是什么时候吗? 1951年7月 为什么中美已经在和谈了? 卡丘莎却齐名战场 今天开始全景解说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 1951年7月朝战第一次和谈 美国要求把南北朝分界线划在平壤至原山 其目的就是用一个中朝不可能同意的条件 来拖延时间,拖延新中国的发展 另一方面以此来激怒我方,主动出击 如果我们用战场进行反制 那美国就会公开说是中国破坏的和谈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东方大国的心胸岂是美国人能够度量的 美国不同意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那行,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 美国不同意把三八线划为分界线 那行,我们先让步 具体怎么化咱谈判桌上慢慢谈 我们这边什么都同意了 美国那边可就急眼了 接连提出更苛刻的要求 比如在开城设立中立区 这意味着我方主动放弃了唯一优势的突出部 美国认为这下你总不能同意了吧 结果,可以 即日起开城就是中立区 我们军事守备后退八公里 由志愿军成立安保队 保障地区安全与稳定 我们为了和平进了多次让步 只要不触及底线 就不急于否定他们 谈判桌上慢慢谈 他们全权打在棉花之上 为了逼中朝动物开始玩阴招 在7月17号 8月9号 8月19号 多次在开城放黑枪 用飞机扫射 中朝代表团车辆 我们提出抗议 并要求给个说法的时候 美国说这是南朝鲜人干的 是别人的人身自由 没有人能管他们 从最初的三番五次挑衅 到后来8月下旬 向中朝代表团驻地 投掷炸弹燃烧弹 枪杀我军维和人员 姚庆祥前辈 毛主席指出 不要担心谈判破裂 该还手时就还手 即日起暂停一切谈判事项 取消开城中立区原则 直到美国就此事 给出负责的处理方式 李其微收到不再谈判的通知 李其微和范弗利特为了证明 美军的火力是世界上最好的辩证道路 在8月18号发起了下级公示 这就是上一期咱们讲过的 北朝鲜版上岸岭战役 美军持续一个多月的下级公示 炮弹用了个天文数字 战线只推进了几公里而已 他们感觉这不行 得换个方案 如果能把开城抢过来 那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上 都是一个战略性胜利 9月27号 范弗利特向李其微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新的作战方案 派出两个师的兵力 从库底登陆 在中路向平康淮扬发力 东向全线进攻的协同下 南北夹击东海岸 把战线拉成自铁园斜插库底的态势 猛点可以指导志愿军核心腹地 温柔一点 开城那也是手到勤来 这里插一句 我军其他兵力在后方并没有闲着 帮北朝鲜修铁路建机场 另外还要配合空军展开反脚杀战 还有武士军打了几场夺岛战 收复了后方一批岛屿 这个后边脚杀战的时候慢慢讲 范弗利特的方案递上去 三天李其微根本就没有搭利他 吊两个师去库底登陆 吊谁呢 天天想着日女郎的榻榻米师吗 还是真正能给志愿军带去压迫感的 七一师 美二师 美三师 要榻榻米去登陆 是去给志愿军送补给的吗 要能打的去登陆 如果志愿军不要后方了 换家怎么办 9月30号 美一军军长提出了一个令理 其微满意的计划 不就是想要开城吗 何必大动干戈 韦一师从南向北正面打开城 鹰28 29旅从高浪不理过去后 控制住开城至临金江的险要高地 其一师向着一股川南岸进攻 美三师从铁园向西打 这样之下 开城的正面和侧翼将受到致命的威胁 李其威听后 两道方案里 范弗利特的买卖虽然大 但是如果做一半做不下去了 那就得赔个底抄天 美一军军长的计划 看似规模不大 实则关乎战线命门 然后李其威下令美军全线出击 中路和东线的目的简单且粗暴 能多抢一块地就多抢一块 抢不过去也没关系 用志愿军的话说 就是牵制住就好 这场攻势的战略目的是开城 志愿军全线接战的情况下 自西向东依次市 64军马良山阻击战 47军伊古川阻击战 26军平津淮阻击战 67军金城南阻击战 68军文登黎阻击战 抗美援朝前五次战役 我军用战果 诠释了什么叫地表最强进攻型战略 接下来阵地战期间 志愿军又一次展示了 地表最强防御战术 开篇就是一个难以置信 一个团的血肉之躯 把美军一个机械化主力师 摁在原地一个月 没能推进我军战线一分一毫 上期咱们说到 美军攻占了 北朝前人民军防守的 血染岭 伤心岭之后 美二师的魔爪 对准了文登黎 这次他们的行动代号为 坦克批入战 顾名思义 用坦克批开防御阵地 指导我军腹地 1951年10月7号 68军204师 把610 611 612三个团 从文登黎两侧高地开始 沿着鱼隐山 一路到938.2高地 横向排开 这个阵型 大家一眼就看出其弱点 一字长设阵 没有预备队 没有纵身 但想要拦住 尾巴师和美二师 只能这样不振 另一个劣势 68军刚刚入朝不久 对敌情 环境 气候 完全不熟悉 敌人可不会管你那么多 战场上从来就没有公平二字 而且这一仗 68军是要去拦下敌人的坦克集群 别说68军不会打坦克 就所有志愿军 没有任何一支队伍 有打不坦协同坦克集群的经验 既然战线就是最后的防线 那就孤注一掷 全师反坦克装备 全部配出给610团 防守文登里山口 全部有多少呢 12门76.2加弄炮 4门山炮 火箭筒无后座力炮 一共49门 敌人的坦克呢 共计200余量 双方的小规模接触 从10月7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10号 每20摸清了 我军的阵地部署 范弗利特命令坦克集群 开始进攻 不要去管志愿军的防御 全速向前开 那68军就拿这堆铁王吧 没一点办法 这个套路其实不是第一次用 纽曼尖兵当时就是靠着横冲直撞 成功抵达了志愿军腹地 11号 美军战机把山头炸了一遍之后 十余辆坦克带着步兵冲了过来 当第一发火箭弹 没能打中坦克的那一刻起 610团下令 坦克不到近点 不许开炮 另外靠着事先挖的一人多神的战壕阵 尽可能的向前摸 距离越近越好 我们说的简单 敌人他可不是傻子 没发现我们的时候 他就冲着我军的阵地乱轰 如果被他发现 想要活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步兵的急火 坦克的轰炸 一瞬间 这个位置就成为了火力中心 前一秒还是战壕 后一秒就是个深坑 610团以整个前沿阵地为代价 才拦下了这一天 十余辆坦克的攻势 4日12号 80辆坦克同步上阵 交替掩护 攻击前进 令美二师不敢相信的是 这80辆坦克 没能攻破610阵地 610是怎么做到的呢 昨天和坦克打了一天 当晚就做了经验总结 并且连夜修住了新的防御攻势 简而言之 反坦克阵地按火力等级 分为三层 第一层 以近年打击的反坦克手雷 爆破筒和步兵作战为主 第二层 以火箭筒无后座力炮为主的 狙击阵地 第三层 加农炮为主的 核心重火力阵地 开战以后 610先放几辆坦克进去 然后再突然杀出 截个头 斩个腰 敌人是不坦协同 我们是不炮协同 一瞬间 冲锋声 炮弹声 响撤了整个山谷 610团面对80辆坦克的进攻 再好的战术与配合 那也是一对铁王吧 不是一般火力能干掉的 消灭敌人一辆坦克 第一层阵地 就要被啃掉一个据点 再打下去 今天能拦住 明天怎么拦 后天还有兵可以拦吗 所以 610团团长果断下定 第一层阵地下后撤 把敌人放到第二层阵地 然后所有炮口 平射 炮从来没有这么用过 可这个突发奇想 却绝杀了对面坦克 范弹利特看着眼前的景象 已经猜到了结果 每20市长这句 还有200辆坦克 范弹利特心里万马奔腾 我猜他一定想 你认为范弹利特 用作单位的时候 是个什么好事吗 你还想再帮我搞个 范弹利特坦克量出来吗 从13号开始 每20又变成了 每天十几二十辆的车轮战 68军以610一个团的兵力 让美二师没能前进一米 一直到16号 他们直接放弃了 攻打文灯里这个想法 而是转战尾巴师这边 坚守938.2高地的是 612团一连 这个高地可居高临下 控制住交通道路 美二师保险起见 让尾巴师先去试水 尾巴师把16团和21团拉了出来 16号用两个营 以连级为单位 实行了7次冲锋 结果全都被打了下来 17号 尾巴师加大了攻势 美军也加强了火力支援 一个小小的山头 敌人连续冲击了21次 终于从两侧攻了上来 威胁到了主峰的安全 连长高城山前被发现后 带上四个班的兵力 就冲着敌人反打了回去 尾巴师连续多日没能攻下 938.2 他们开始纳闷 这个山头后边 到底有多少援兵 怎么打了这么多天 明明制染军的鲜血 已经染红了山顶 就还是打不上去呢 于是19号 尾巴师又救出来一个营 迂回到938.2高地侧后方 他们的意图是切断我军的援兵 但其实 别说援兵 就连补给都没有上来过 这里就是一个连 靠意志 靠信念 在坚持作战 尾军的这个变招 误打误撞 全包围了一连 坚守的938.2高地 20号 尾16团全部兵力 向主峰进攻 21团攻击612团 二连阵地 一连在没有援兵 弹药耗尽 与友军联络通道 被切断的处境下 坚持与敌人作战 子弹打光了 用石头 用枪托 用刺刀 骨折的伤员 轻上的伤员 或者说 只要还能动的伤员 全都在作战 一直到 敌人从四面 攻到了山顶 连长带领 最后几名战士 拿着美人 事先留下的 最后一枚手榴弹 冲入敌群 同归于尽 938.2高地 被攻占 这种恶战 并没有因为 938高地的得失而停止 但是美二师 尾八师 在这个方向上 几乎没能前进一步 68军另外两个师 配处在了67军 参加的就是 另一场阻击战 金城南阻击战 说完20兵团的阻击战 下期47军一股穿 大家左等右盼的卡丘沙 首次在朝鲜战场 登台亮相